尼巴嫩另一个实业派震荡 也成了对讲机爆炸受害者 办公室内物品散落 险见当时爆炸威力 先是BBQ隔天换对讲机 而对讲机因为体积大 能安装的炸药更多 爆炸的威力可能比BBQ还要大 珍珠党的通讯方式一一沦陷 电子专家指出一个爆炸装置 要有五个要件 分别是容器 电池 触发装置 雷管和炸药 而BBQ本身就具备了前三项 以色列疑似密谋长达一年 传出珍珠党可能怀疑设备有问题 以色列担心情报走漏 只能提前动手 究竟是哪个神通广大部门 负责引爆任务 西方情报机构显示很可能是以色列神秘的8200部队 8200部队不隶属情报机关摩萨德 却被视为最令人畏惧的网路间谍部队 陷入瘫痪 想要发动战争难度相当高 铁新闻 宋伯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